最新一期的朗读者董卿请来了同行,也是央视著名主持人白颜松,要知道白颜松最初是朗读者的策划人。 这一次白颜松不说国家大事,要说的是故乡,是乡愁,是曾经对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热爱,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说白颜松,而是说说白颜松罕见曝光的二十岁儿子,如今已经是大二再度,要知道白颜松不神秘,妻子儿子神秘,白颜松的儿子叫白青阳,1998年出生,妻子是经济之声编辑部的主任朱红军,所以白颜松和妻子走的是不同路线。 白颜松对儿子白青阳疼爱有加,两父子就像兄弟一样,白颜松自己酷爱足球运动,因此给了儿子白青阳取名叫做八弟,寓意儿子也能像能像八弟一样创造奇迹,果然白青阳没有让爸爸失望,因为终于考上了大学,学习喜欢的专业,有意思的是白青阳选择的专业竟然是蒙古史,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偏僻专业,毕业之后肯定是做本史研究工作。 白颜松说,这是他自己选择的,没有谁干涉他强迫他,所以那一瞬间感到故乡是有传承的,虽然他是北京人,他已经被北京当成了故乡,自己是内蒙古人,留在北京公读,儿子是北京人,选择的是蒙古史,这很有意思。 白颜松二十岁,儿子大学公读蒙古史理由只有一个,那就是喜欢,喜欢是一个人的兴趣。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这话是没错的,董卿听了这个事情,还是感到瞠目不解,因为一旦毕业之后,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? 这是很现实,看到儿子的选择,白颜松很欣慰。 明代蒙古史是蒙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,国内研究落后于国外,明代蒙古史虽不及蒙元时期那样威武雄壮丰富多才,但其作为蒙古史中承上旗下的,一段对后事有着更为直接影响。 在中国乃至世界有些国家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地位,白颜松说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